2018年6月19日13,33小白肚财经如今美国的地位是有强大的美元,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先进的政治、科技文化的软实力支撑的, 如果但从经济角度来说,是多方面的,消费服务业尽管美国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,制造业强国,但是美国的经济结构中,服务业占比最重,本质上美国是个实实在在的服务业大国, 近十年来,美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平均占比为1.53%,第二产业为18.95%,第三产业为79.52%,产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.65%,29.38%和68.97%, 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,20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,基本保持直线上升的态势, 以从1995年的4.98万亿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12.82万亿, 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,20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,基本保持直线上升的态势, 已从1995年的4.98万亿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12.82万亿, 金融业金融业自古以来都是服务业的重中之重, 在美国,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GDP占比超过了20%, 是美国各个行业中GDP占比最高的行业。 截至2017年,根据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视协会Swift提供的数据来看, 全球范围每月有40%的交易和支付行为是通过美元结算的。 此外,美元作为最重要的世界货币, 占领着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和贸易结算等等。 同时,巴达的资本市场也吸引着全球优秀的公司赴美上市, 包括我们的BATJ, 而这些优秀的公司在让美国投资者享受成长红利的同时, 也在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。 数据显示, 中国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股票分红率, 从2010年的30.2%已经上升至2016年的42.10%。 但相比之下, 美国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股息支付率, 已经在2015年达到10年高点58%, 美国上市公司的整体ROE也持续高于中国。 软实力科技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, 在专利和知识产权、教育等方面, 虽谈不上美国的支柱产业, 但却为支柱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。 专利方面, 截止2017年5月, 美国的PCT专利申请量, 全球占比为24.62%。 知识产权方面,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, 按照现价美元计算, 2016年, 美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约为1222.27亿美元, 中国、德国和日本三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 可仅仅为57.77亿美元, 尚不足美国的一半。 教育方面,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数, 2016年人类发展报告写示, 截至2015年, 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87%, 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仅有39%, 尚不足美国的一半。 在教育总投入上, 2016年中国的教育投入总额, 仅为美国教育投入的45.82%。